JR 樂海車站 今天晚上入住樂海東橫運 好啦 我們要進去了 這是早餐 早餐的場所 東橫運大床的房型 一家人 其實房型都差不多啦 這裡是熱海東橫運 其實浴室也都是一樣的喔 雖然住了很多房型 其實東橫運的Style都是這樣子 今天是禮拜六 那我們入住的 費用會比較貴 因為今天是禮拜六 禮拜六這一間大概是一萬 日幣一萬出頭 那如果平日的話 其實有時候遇到九千塊有早 不然就是九千出頭日幣 大概這種 大床 就是適合家庭的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雖然亂亂的 亂亂的 才隨性嘛 才有辦法讓大家參考說 你有多少東西行李可以放置 像我有兩個行李放在這 這兩邊 因為這邊有桌子椅子 還OK啦 今天晚上又在東橫運洗衣服啦 有兩台 各兩台 前面是販賣機啊 電梯上去 吃早餐的好多啊 吃早餐的範圍 這間比較特別是可以自己包便當 記得要戴手套 可以自己包便當回房間吃 剛剛就是下去看可以在一樓餐廳內用其外帶 那今天我就用外帶 因為疫情期間也是擔心 有小碗在嘛 那這個就是傳說中的 傳說中的飯糰 然後 有兩種啊 一種是白飯跟無菇蜜 叫咖哩醬 以及濃湯 當然還有味噌湯啊 小碗在吃草莓啊 看 看YouTube要看這麼專心啊 嘿嘿嘿 笑欸還笑 草莓好吃對不對 慢慢吃喔